火合起來的產生燈 離開任何一個條件它不存在 你要分析一切喔 如果各位你要得到解脫 你要經常很冷靜去思維 所以你的念頭會很專注 然後你會看清楚 然後你也會引導自己 我不能生氣 我要慈悲 就是修行就修這個 看清楚 保持正念 你打我罵我 我依然對你慈悲 這是我該做的 就叫修行 但是對眼前的一切 一個人 一隻猴子 一隻狗 是平等的 外表不一樣 但是它內在是平等的 你愛一隻狗 你愛一個人是一樣的 而不是說我對人才愛 我對狗不愛 不是那個意思 就叫平等的愛 那你就沒有分別 就沒有痛苦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眼睛很漂亮 你看牛眼睛比你漂亮吧 你喜歡頭髮弄得蓬蓬的 母雞都比你漂亮 但是人就是很喜歡比較那個 比較那個 比較 哎呦 我180 他170 我多他10公分 好爽 我眼睛有雙眼皮 他沒雙眼皮 你乾脆割成三眼皮算 這樣就比較美一點 因為他都是在執著那個點 多一點錢 房子大一點 然後 人家四輪給你開八輪就好了 感受 平等的一樣 他驕傲一點 但是事實上這些對解脫生死有幫助嗎 沒有 人家就想 所以各位 無名貪愛是痛苦的因 所以佛陀講第三個 滅地 那如何消滅生命的痛苦呢 那你就要把無名貪愛消滅掉就好了 所以他叫我們打坐 點燈 私為真相 把無名消除掉 禪宗的道理 把貪愛執著轉 等一下 來 轉貪心為菩提願 轉稱慧為大慈悲 轉魚吃為大智慧 我們的貪要變成一種 不是貪自私的 我要為眾生成佛 叫轉貪心為菩提願 稱慧是排斥對方 我要把稱慧變成愛 我要愛 接受 你打我 罵我 我依然愛你 關心你 要這樣修 心中沒有恨才是最美的心 最有力量的愛 所以轉稱慧為胡稱的大悲心 轉魚吃執著 看不到真相 執著愛情 執著地位 執著命志 各位 這些都只是一個假象 像 唸一下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路易如電 因作如是觀 你現在所追求的一切 都是夢幻泡影假的 就像雲雾一樣 你要看清楚 不要被這個假的抓住了 一個感受也是假的 我老公很愛我 能夠讓你不要生老病是嗎 那只是一個感受有人愛我 但是你執著這個感受 你就會苦 所以心經說 無色受想行事 色就是肉體 受就是感受 想法 照做意識分別 無色受想行事 照見五韻皆空 你能夠有智慧了解 它只是一個現象組合 沒有真實的我的頭 我的感情 那你就操作了 解脫了 所以每天運動還是會死 讓你多活十年 但是真正讓你不死的 是一個無我的智慧 無我的叫空性的 這個身體不是真正的我 太陽才是我 因為離開太陽我不能活 離開水我不能活 離開空氣我不能活 各位要不要試試看 現在開始 三分鐘不要呼吸 好不好 死到沒半 結論都想都不用想 離開空氣你不能活 沒什麼好驕傲的 感謝空氣 所以不要破壞空氣 破壞空氣你會得肺癌 不要破壞水質 破壞水質你會得血癌 不要破壞硬體太厲害 你會得骨癌 因為你的身體 不能夠離開這個世界 所有存在的地水火風 這特別在馬來西亞 各位在利民達會展 各位說 大家從事農業 種種綠樹 種橡膠 種很多農產品 各位一定要感謝大地 要感謝大背宮啊 但是不要 就算你要挖也要 跟他說謝謝 感謝這些樹 樹還至於太陽 太陽跟空氣 所以人類給樹二氧化碳 樹給人類氧氣 所以離開樹你不能活 所以人活在這個世間 不是單獨自立 不是單獨自己可以存在的 因為我們是連下互相依靠 和存在 所以各位要感謝國家 我們是華人 我們感謝馬來人 我們感謝馬來西亞政府 你要從心裡面感謝 你如果從心裡面感謝 你還批評他 對你傷害很大 所以各位 你的老闆可能比較嚴一點 苛刻一點 但至少他給你一口飯吃嘛 所以就像我們感謝爸爸媽媽 沒有爸爸媽媽給我們生下來 帶我們養我們 那我們怎麼做人呢 所以不孝順的人 土地公說不要站在我土地上 不孝順的人不要站在我土地上 儘管你爸爸媽媽打你冒你 他生下你 是個人 你做人有機會成佛 天上的神最羨慕的就是做人 你如果有做人你才可以修行 人成而佛成 每一個佛都視線跟釋迦牟尼佛 在人間做人而成佛 所以人是最寶貴的 人有改變自己的機會 做天神沒辦法改變 他只想生更高的天 做善惡道沒辦法改變 除非有人要嘲諷他 唯有人 人在又痛苦又快樂 在這種狀態 他就會想要去 為什麼要會痛苦 為什麼如果追求快樂 等他了解佛法 還要追求真理 快樂了 因是什麼 不思啊 慈戒 痛苦的因是什麼 生氣啊 殺生啊 貪嗔痴啊 所以他了解了 所以什麼叫智慧 為什麼要點燈 什麼該做 什麼不該做 什麼該想 什麼不該想 就像各位男人結婚了 你要想什麼 我要讓太太快樂 太太快樂 兒女就快樂 全家就快樂 你不要搞外遇 你不要故意刺激他 你刺激他 最近台灣發生很多 太太帶著小孩自殺 所以一位男人搞外遇 要死 他就要連他最愛的小孩都讓他死 就造成很可憐的悲劇 所以 但是你要去想該想的 該做的 你要娶他 你就要對他一輩子好 你要嫁他 你就要忍受他一輩子 然後要彼此了解這個位置要怎麼做 所以這就是佛法 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 多多聽佛法 然後呢 現在很方便 網路上也好 書籍也好 很多大法師 善知事講了很多 那你要知道正確的方法 千萬不要這樣笑我講 殺豬在拜祖先 你真不笑啊 祖先本來快快快快超度了 你買一個豬肉給他拜他 蹦 他又掉下去 他難得要超度了 因為你有一個殺意也傷害他 祖先就快快快快升天 你又擺一瓶酒 他一盒又掉下去了 所以佛教罪忌諱酒 因為酒會讓你喪失心性 魔就會附你叫酒鬼 愛喝酒的人戒不掉了 因為有酒鬼 除非你要寫牌位 超度我的酒鬼 煙鬼 毒鬼 色鬼 因為有鬼在你身上 吸毒為什麼戒不掉 醫生說那是身體反應 事實上不是 是一個毒鬼附在你身上 他沒有身體 他必須靠你去吸毒 他得到那個毒品 他毒到那個味道 所以這個吸毒鬼在你身上 他不讓你戒的 他會讓你痛苦的 你要把他超度了 你不把他超度了 現在你戒兩個月以後他還是來找你 你克制不了的 所以什麼心態招感什麼鬼 正面的心態招感神 佛菩薩 負面的心態招感鬼 魔 所以你的命運你自己決定 所以我們叫戒 戒就是各位的心要正 要正 該想的該做的 不該想的不該做的 你要正 規法就是正而不邪 要端正 人正神一正 人邪神一邪 所以各位不要看廟大監 你就去拜 這廟主持廟的 或這些人正不正 他的動機是什麼 他的動機是錢錢錢 政治金錢 那你千萬不要滾 那個是個複雜的痛苦的地方 沒有清靜的 所以我們家 如果你搞寺廟大 人家政治人為也來找你 那個也會找你 你要小心 該必要必 因為佛寺寺廟是清靜 不能搞這些是是非非的 那你要搞 那你就不清靜 不清靜你就早敢磨 磨找你 你晚上就會找女人睡覺 連出家人都會 因為你會覺得這個對 因為磨已經進入你的心了 睡覺你癌症就會好 有沒有看過這種新聞 你女兒跟我睡 病就會好 因為他已經磨 攻入他的心 你心不正 磨就來找你 所以修行人是個 你想想磨成道 你看釋迦牟禮佛要想磨 你不想磨 你成不了道 你越想成道 你越想成佛 磨越來壯案 但是磨從哪裡來 心磨遭感外磨 是你自己裡面有磨的 你心裡面有磨 我外磨不會來找你 我很喜歡談戀愛 女生看我兩眼很爽 女鬼就來找你 我們超度 今天各位就帶很多女鬼回家 或是男鬼回家 曾經有一些女生來找我 師父那天參加人家回來 晚上怎麼有男鬼來找他睡覺 被強姦了 而且天天來找他 我說你要告誰 你怎麼告 他說沒辦法 那個是鬼 我說你參加超度的時候要端正 你那時候不要再顯現你是男是女 超度的時候要怎麼來 自己變觀音菩薩 各位要你記住 你要去灑水灑米 你要觀想 我自己變觀音菩薩 是個慈悲心所現的外表 然後那些眾生看到你呢 他就看到觀音菩薩 沒有分別型 而且對觀音菩薩 所以剛剛法會下午開始 我帶各位念觀音菩薩 就是念觀音菩薩 我們身口意跟觀音菩薩合在一起 所以眾生看到我們就很高興 因為大家都變觀音菩薩 然後你要超度他 就很容易超度 當然很多人一聽我這樣講 那我就不要超度就沒事了 那你就成不了佛了 斷不了煩惱了 因為下午念了 焉供功德這麼大 詩食甘露水功德這麼大 可以不墮落山河島 可以消業障 可以富貴平安 那你為什麼不要 但是你要得到那個 魚與熊掌不可先得 不可兩邊都要 你要得到這個 那你要守戒律 動機要正確 所以我會強調 超度寶會跟金錢沒關係 跟你的悲心比較重要 那這兩天 剛剛會長主席說 外面會留一個爐 最好能夠燒七天 我建議的 因為同學沒上課 因為燒個七天七夜 那叫大超度 各位最好每天買餅乾食物 速食的來 給他投進去投進去 給他加牛奶 讓他煙多一點 這個煙吹到整個馬來西亞 因為大家的慈悲心 一起在那邊念佛加持了 然後他就一直在超度重生 就像你點燈最好點個七天七夜 不滅嘛 叫七天七夜燈 藥師經說一個人生病了 快死了 你把他點七日七夜 四十九斬 他就會長手無病 有這個意思 同樣的 這個煙供 如果能夠七日七夜 那各位 這一輩子的業障消除 但是不是把他點在那邊 隨便燒喔 是 你雖然沒有來 但是你知道那邊在冒煙供 你在家裡 一有空就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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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升起觀音菩薩的心態 希望 這個煙供 更能夠超度更多 為他們供養三寶 替他們下施眾生 你升起多少念頭 他力量就多大 不管你人在美國 不管你人在哪裡 那這個煙供 永遠都在發揮他的功德 而不是把他燒了 沒有了 那就浪費了 要把他透過我們的心 而轉化 現在我來帶各位念個懺悔文 為什麼要念 希望大家今天的法會 能夠就像我想要講的 我殺死蛇 我跟他懺悔了 他就除了我消除病苦 他就不會一直在傷害了 那不管做什麼 你都要 你做生意做不到 身體生病 夫妻感情不好 這就是有業障 有鬼神 那業障你要懺悔 鬼神你跟他超度 那要超度之前 一定要先跟他懺悔 就像我們 祖先沒超度 我們要跟祖先懺悔 爸爸 我不知道你那麼痛苦啊 我趕快要來跟你懺悔 然後幫你做功德 希望爸爸能夠去有福報 去極樂世界 來自升天 所以各位請翻到71頁 這四句話很重要 往昔所造諸二頁 過去是包括昨天以前 所造了生口地 傷害到眾生的身體殺生 偷盜血淫 嘴巴騙人罵人 說是非心裡的貪嗔痴 那為什麼造二頁呢 皆由無死貪嗔痴 都是因為我們內心 無死截來 一直留著這個貪嗔痴 這些煩惱 有貪嗔痴身體會造業 就會痛苦 所以有了貪嗔痴 你就引導你的身與意去造業 所以你嘴巴會罵人 因為你生氣了 你生氣了你就罵人了 你嘴巴為什麼會騙人 因為你貪心了 你貪心了 所以你會去騙人 那你為什麼會殺生吃肉 魚吃 或是貪心 又魚吃不了解 他會找你報仇的 如果你知道那個肉 會找你報仇 你絕對不敢吃它的 就是你不知道 吃人 半斤 海人 八妞 廣青老婆上說的 你吃它 它吃你 人死為羊 羊死為人 就一直一直這樣 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你這輩子喜歡吃羊肉 那你要做羊做很久了 而且還要被自己的人殺 所以這個小孩子很喜歡殺牛 因為他爸爸來投胎做牛 每次殺到的都是他爸爸 而且不只殺一次 再一兩年又長大又來殺 要殺好幾次了 所以叫無哉靠無哉兆 為什麼 他知道殺他人 他跟他什麼姻緣 沒辦法我欠你載 我上陪你爸爸 他只會哭 他只會哭 很可怕的 那豬呢 在經典人說 豬也知道他要被殺幾次 他想要跑 但是他也沒辦法 豬他還有一個宿命通 我要被殺49次 沒辦法了 但是他也沒辦法 所以各位你不要說 他們不會講話 他們有意思是 他不會講話 但是他有意思的 所以曾經有個故事 隔天有幾隻豬要被殺了 老和尚帶小沙咪去住 然後那個母豬叫叫叫叫叫 小沙咪去上廁所 他就叫叫叫叫叫叫 叫叫叫 然後就意思說 你找你師父啦 我明天要被殺了 那小沙咪就來跟老师父說 師父那些豬找你 然後小沙咪說 你亂講什麼豬找我 真的啦 還是找你 然後他就去了 那些母豬就哭了 講話 我就是要殺豬人的媽媽了 為什麼 因為為了我女兒家裡窮 我偷了我兒子的幾批布 偷偷塞給我女兒去生活 偷的 那我現在欠我兒子債 所以我還要來還債 讓他豬把我殺了賣了 來還他錢 你就告訴我兒子吧 不要殺我 我很痛苦啊 然後他說 你怎麼樣可以證明 你是他媽呢 如果老老上說 我跟你兒子講 他不不講我神經病了 他媽說 那你跟我兒子講好了 我在房間拿一個抽屉 放什麼東西 不然他去 你去找 後來他就把他兒子找來 這隻豬叫你不要殺他 你看他眼睛像不像你媽 他說他在房間藏什麼 然後你去看 他證明他是你媽 他還可以講了一些 你小時候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 那個人一聽就哭了 然後就去看 真的是他媽 他永遠不敢再殺了 所以各位 就欠債就是這樣 欠債要還債 欠傍 欠不怕債 欠不怕債 就很痛苦的 以前還有一隻牛也是這樣 舍利佛經過的時候 那隻牛就掉眼淚 舍利佛受不了 就過去問你 你為什麼要掉眼淚 師父啊 我被我兒子殺兩次了 後面還好起事 你就救救我吧 我欠他債還債可以 但是真的很痛 受不了啊 然後舍利佛說 那你為什麼欠他債 然後舍利佛打坐一罐 原來這個男人結婚很窮 他是為了養家 甚至他太太懷孕了 他答應要讓他太太過好生活 每天去做很多事 包括害人的事 賺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呢 終於買了房子 給他太太生下小孩 等小孩快到了 他就病死了 病死以後 他很執著 很執著他的兒子 然後他雖然投胎要做牛被殺 但是因為執著兒子 每次都討厭他自己的家 然後他養大了 他兒子就把他牽了 他就一直掉眼淚 殺吧這樣 終於碰到舍利佛 他受不了了 他講這一段故事 後來 那舍利佛說 那我怎麼跟你兒子說呢 那老牛就說了 你跟我兒子說 爸爸在後花園 還藏了兩缸黃金 他沒知道了 然後他就找他兒子來 然後舍利佛講的 這隻牛就帶著他 挖出兩缸黃金 然後他就相信 然後眼睛就變他爸爸 他就相信 各位 這個就是真相啊 你所吃到的肉 都是欠你债 沒有欠你债 你吃不了它的 沒有欠你债 你欠不了它 所以還有一個故事 各位不知道聽過沒有 有一位尊者 这位尊者有神通 忘了叫什麼名字 有一天他在打坐 旁邊有一個男人 抱著一個小孩 手上抓一隻魚 魚頭吃完肉了 卡 弄斷 丟在地上 母狗來吃 他就踹那隻母狗 不讓母狗過來吃 然後又撕這個魚的肉 又給他小孩子吃 然後呢 又踹母狗 然後那位尊者打坐 家瞻眼尊者 那打坐打坐 乾脆就看他 神通一關 他就搖頭 世間顛倒 世間顛倒 他在搖頭啊 他旁邊的徒弟說 師父你為什麼搖頭顛倒 師父說你看 旁邊那個男人 他手上拿那隻魚啊 是他這一次愛抓魚的爸爸 現在還做魚給兒子吃 你看 爸爸養他現在吃爸爸 然後他踢的那隻母狗是誰 是他的媽媽 他媽媽在養雞殺雞 然後現在要投胎做狗 然後夫妻感情不好 連他爸爸現在做魚 他都要來啃他骨頭 恨你入骨 兒子還要踢他 然後你知道他手上抱的小孩是誰嗎 這個小孩子五百世來殺他的命 討他的抱 現在要來投胎做他的兒子 好好給他討債 你看顛不顛倒 這個世界顛不顛倒 不知道的人抱著仇人 吃爸爸媽媽的肉踢媽媽 你看這個世界都顛倒 各位哪一天你如果你了解真相 原來你娶的母親 你阿嬤你會跪在那邊哭啊 阿嬤就愛孫子 愛得要死愛得要死 然後死了以後投胎做人 他就來追孫子 追孫子 追孫子很好 因為阿嬤還在愛孫子啊 那阿嬤這孫子 居然給他娶回家睡覺 哪一天你知道你會哭死 這個世間就是你無名 你不了解 所以你會這樣子 把仇人當愛人 把愛人當仇人 你愛過的都是你最恨的 你恨過的都是你最愛的 這叫冤親平等 事實上是如此 所以佛陀要告訴我們各位這些真相 那你要去思考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懺悔 往昔所造 我們以前不知道所造的這些深口義的惡液 那是因為我們愚痴起了貪心 又忘了對方是誰 而吃他而殺他 皆由無死貪生吃 所以就從我們的身體嘴巴 心態又去造惡液 那這些惡液讓我們很痛苦也傷害別人 一切罪障皆懺悔 我們要虔誠地懺悔 懺悔完以後 我們來歸一三寶 我不是帶各位歸一而已 今天所有的往生者來了 很多很多 從下午做到下晚上更多 因為孤魂野鬼沒有太陽 他們會出來更多 帶他們歸三寶 帶著他們懺悔 各位懺悔的時候 你要想 我代替阿公 代替阿祖 代替所有眾生懺悔 我們也想過去殺掉吃掉騙掉 傷害他的蟑螂螞蟻 你都要懺悔 你不要說螞蟻沒事 你殺死一隻螞蟻不懺悔 螞蟻將來投胎做野狼做狗 牠就咬死你 投胎做人就撞死你 螞蟻也是個生命 只是牠肉體小 但牠的精神意識是一樣的 牠投胎做螞蟻 所以我們要天天懺悔 最後每天在家裡的佛堂 要念三遍 跪下來最好 懺悔 千萬不要等業障來了 那時候很痛苦 你沒辦法解決 懺悔心是修行最基本的 一個人沒有懺悔心 牠就不想懺悔 然後牠就沒辦法消業障 如果天神懂得懺悔 就不會墮落 因為消業障 所以各位要每天懺悔 就像你每天洗澡洗澡 牠就不會生鏽 業力不會卡上來 因為業力卡上來腳斷了 回不回來 回不來了 事情發生了 回不來了 所以每天都要懺悔 每天都要懺悔 養成習慣 就像洗澡一樣 除了替自己懺悔 還要替眾生懺悔 這個世界這些媽媽們 這些眾生都苦啊 所以你要替牠們懺悔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互持生命電視台 互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口罩實名制2.0已經上線囉 即日起除了原本的藥局 衛生所之外 也可以在網路預購口罩 以下提醒大家 第一點 上網搜尋EMASC口罩預購系統 搭配讀卡機和健保卡 或自然人憑證 或者是使用全民健保 行動快一通APP 點選健康存折功能 完成手機認證之後 就可以預購口罩 第二 成功預購者將收到繳費簡訊 第三 完成付款後 可憑取貨序號及證件 與指定的超商領取口罩 最後提醒大家 網路只能預購成人口罩 定需加收物流費7元哦 我們下記去 intensity 现在要带他们归一三宝 我们大家都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你旁边有36个护法神 归一三宝以后 那很多人说 我不敢归一归一要吃菜 归一还不用吃菜 你放心归一还可以打麻将 归一只是你对三宝有信心 得到三宝的加持 那你不归一 南无就是归一的意思 南无观音菩萨 因为你不相信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怎么加持你 南无就是归一 所以每个人都要归一 但今天最重要的 要带这些孤魂耶鬼六道众生 天神也来参加法会 他们归一了可以生更高的天 他那里不要 土地公也要来归一 他成为三宝弟子 将来功德更大 可以称佛 那孤魂也归一归一 他就超度了 所以各位请发到七十一页下面 跟我念 希望我们父母祖先 缘情在主都归一 来 跟我念 三宝加持 护法云导 门神开恩 引领六道众生 男女孤魂 累结父母祖先 往生亲友 流产胎儿 冤亲在主 同来法会 法菩提心 归一三宝 跟我念 他们 你一归一 你的祖先就归一了 你不要说 阿嬷你归一 我干嘛 你要引导 你的阿嬷来归一 你要引导 你过去世的爸爸来归一 所以我们叫七世父母光 超度不能光这世爸爸妈妈 上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上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你都要引导他 但是你的虔诚的心就可以引导他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是个媒介非常好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 要加持你爸爸 加持你的怨情在主 那重点都是透过你的心 所以我们归一来有信心 归一现在没有什么约束 还没有什么约束 他只是一个帮助你 有一个方向 有三宝弟子 有佛加持你 他是更帮助你的祖先 所以你不用担心 外面还在玩女人 怎么归啊 那你只要归一了 慢慢慢慢 这个事情是毫无通